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為各位所介紹的呢 就是我們之前公司有推過的 所謂的破碎鬆餅 那這次為你們介紹的就是 破碎鬆餅它利用不同的機台 還有它加的淡水 油的比例不同 它可以用不同的機台 就是做一個製作考驗的一個特性 然後 來看看它整個一個結果 那這次我們之前 在做清溝器測試 所以我們這次破碎鬆餅 有一段的 不禁止 可以使用到這一台 不能翻轉的破碎鬆餅機 那其他兩台機器呢 也可以利用不同的比例 下去空培出來 它有不同的一個口感 那先來看看我右手邊呢 那這一台呢 就是所謂的那個 薄餅單元型 它不能夠翻的 可是它的凸點是比較小 有記得 我們破碎鬆餅是怎麼做嗎 就是說它打起來的面膜是比較稠 但是它就是說 不散蓋烤三分到三分半之後 再散蓋烤三分鐘 所以說它烘焙的時間呢 大概是六分鐘 那以這一台的口感烤起來呢 那最主要的特色就是說 外面酥酥脆脆的 但是裡面是蛋糕的一個口感 這是我們 這一支後製鬆餅 用這一台不能翻的鬆餅機 所烤出來的一個結果 但是呢 有我們的客戶呢 他去拿了這兩台機台 然後問我們可不可以去烤呢 欸 我們後面發現到的結論呢 其實是可以 然後 以這一台 以藤玉米小炮所出的一個鬆餅機的機台呢 我們 一樣用這種 那個蛋糕式的一個口感呢 可以去烘焙出來 那在我們要烘焙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看就是說 它應該用什麼樣的比例下去做一個製作 那今天呢 一樣用這一個要烤出這個 外酥酥脆脆 但是內蛋糕的口感的頻率就不要變 而且這上 它這整個的鬆餅它 原本的用法呢 就是一公斤呢 要加十顆蛋 然後呢 可以選擇水會是滋餅的 今天加水的肚子呢 是180cc 因為它不能翻轉 所以說不需要麵糊才行 然後它的油門是200cc 那一樣 就照我們很簡單的打嘛 我們還是攪拌一分鐘 之後再轉最快速打三分鐘 這樣子就OK了 那等一下這一台呢 它的溫度設定呢 一樣是在180度C 它烤的時間就有點 你沒有測試過 它這一個的突典呢 這個突典是不大一樣的 因為它水不能夠翻轉 然後有客戶它測試過 然後它這台是設180度C 等一下麵糊要很稠 在這個烤盤上面呢 我們是不上蓋烤四分鐘 四分鐘到之後呢 再上蓋烤四分鐘 所以說用這一台呢 用我們原本的一個比例呢 下去做一個烤盤呢 那總共有一個烤盤時間呢 是要8分鐘 這樣子可以烤出這一種整個一個口感 那這一台鬆餅機呢 跟我圖上這一台鬆餅機呢 最大的一個差異點 一般的客戶就選擇這一台 那其實這一台是平時 鬆餅在專用的 然後你看他們這兩台最大的差異就是說 它這一個呢 鬆餅機呢 它可以分 它也是一個十字線 有一個分隔 所以說它烤起來呢 是有四片 一個長方形的一個鬆餅 它如果一次烤的話 那當然我們今天所呈現的呢 就是說 我沒有那一個分隔 所以說我烤起來是一個大片的 那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烤起來是一個大片的話呢 等一下我們再把它切成四等份 那我們來看看它怎麼可以一個口感跟風味 就是我們用原本的後退鬆餅它的一個比例 它只要麵糊鋪滿之後呢 然後不上蓋烤四分鐘 再上蓋烤四分鐘 這就是這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做法 然後呢 其實相對而言 這個圓的不翻轉的鬆餅機呢 也是可以做的 那至於我們這一台可以翻轉的 就是所謂的他們的一個 後餅單元型的一個鬆餅機呢 那今天我們就用另外一種不同的比例 那這一台 就我們後面再去了解呢 其實坊間 你這台可以翻轉的話呢 其實它 常常的鬆餅的麵糊 它比較偏向於柚體的一個感覺 它不需要太沉 所以說它這一台烤起來呢 一般就俗稱所謂的脆皮鬆餅 那脆皮鬆餅呢 我們今天會介紹說 各種不同口味的一個脆皮鬆餅 它會在一個酥脆的口感 它內在的一個質面 但是今天這一支或最終筆呢 它只要稍微改變一下 它的蛋 水 還有牛奶之間的一個比例呢 你可以用這一台來通餅 那原本這個比例 加10顆蛋 加160c.c.c.的水 還有200c.c.的魚 這個是比較適合 逃這兩顆 這中間是比較變蛋糕的口感 但是呢 你看我桌面上的 這邊所擺的 這邊是一公斤的魚爛粉 我們的牛奶呢 大概700c.c. 然後呢 加180c.c.的蛋 十顆 那這個打起來呢 我從沒想到那麼久 但是啊 要去烤這兩顆 基本上可能就沒有很厚的感覺 可是 你不可以來烤這一台 其實你不可以來烤這一台 那其實等一下烤起來的感覺呢 就是會形成外層 有點酥脆的口感 但是裡面還是有一點點蛋糕的實地 所以說 它也是說偏向於硬碎 然後有一點點感覺 但是中間的蛋糕的口感 也許 又沒有那麼多 但是用這一台烤起來呢 有提供一個不同的一個 光位跟質地 那這個攪拌呢 一樣是很簡單 一樣是所有材料呢 我下來吃後 慢慢去攪拌 跟煮湯 那這個烤的時間呢 就是說 我叫麵粉倒下來的時候 你稍微 把它蓄勻完之後 你也可以用你的湯匙 稍微去把你的麵粉 稍微往外補 讓它整個一個 烤拌麵都布滿 然後大概是10到 大概10秒鐘上下左右啦 10到15秒就可以上蓋翻轉 那隨著你要的一個 粗脆程度 這一台溫度已經內建了 所以說它大概是 180度C 你要烤3分半左右 就可以 就可以那個 把它拿起來了 可是因為它不是噴 它沒有Coding Teplone的 所以說你這時候 因為它的殼比較薄 你在脫膜的時候呢 你在拿起來的時候 注意看看 是說它會有破的一個現象 那這時候 插油的量也要適當 如果插油量太高的時候呢 它的表皮呢 鬆餅的外皮呢 會有白白的這些點 就是說 賣相之中說很漂亮 這個是要注意到的一點 OK 那我們先都把它打起來 來烤平完之後 我們再來做一個討論 烤平完之後 我們再來做一個討論 我們來做一個討論 我們來做一個討論